所以学佛要懂得因为人的罪业和你的福报 他都是跟着人的 我在给弟子开示的时候曾经讲过 五戒那是学佛做人的根本 也是一个人想成佛的基础 一个戒你守了就会有五个守戒神在你身边 也就是说他只要你守 比方说沙盗淫望久 你守五戒就有二十五位 那这个守戒神他在边上帮助你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守戒的人 他会非常的顺利 哪怕出车祸他不会死 哪怕飞机要失事的他不会上去一样 所以因为他们会跟着你保护你 所以我们培植心中的福气 就是像下种子一样 就是当年像收获果实一样 佛陀佛用了一句话说的 犹如尼聚类树那么多 尼聚类就是印度古时候的一种树 它长得非常的茂盛 它只有一颗核 它可以长出百千万的树叶出来 所以记住了 阿难曾经跪着核长跟佛陀讲 种子只有一枚的核粒 渐渐长大之后 佛陀他却能收成树不尽的种子 佛告诉阿难说 只要有一颗不实的心 你会得到万倍的回报 这句话一点不假 希望大家心中长存善念 天天念经 那么邪念不清 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接近菩萨 跟大家讲一句 佛陀当年曾经说过的一句诗 贤者好不失 贤就是圣贤人好不失 天人自伏降 也就是说天上的人都会来扶持你 帮助你 吃一得万倍 不失一颗慈悲的心 得到万倍的回报种子 安乐寿命长 今日失散人 祈福不可量 皆当得佛道 杜托于十方 佛陀告诉阿难说 世人愚痴无知啊 只能用生死的肉眼来观察一切 他而不能透彻的了之罪业和福报的根本 佛陀说 我用道眼观看五十节以来 一直到今天的众生的罪福报应 清楚的游如观看手掌中的珍宝流离一样 内外透明清澈 没有任何疑惑不明之处 阿难整理了一下衣服 座里跟佛说 佛陀您说的这些法 我要用什么名字来称呼 比较适当的 佛告诉阿难说 这部经就叫做 五道轮转 罪福报应吧 如果日后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读诵 而广为宣传的话 功德无量 我们能够见到 贤劫中的一千尊佛 并能追随供养 贤劫千佛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佛经 都是指导我们的方向 佛虽然不能看着图画 不会讲话 但是他留下的佛经 观世音菩萨的经文 这些都是指导我们的明灯 想一想 这么多的灯照亮着我们 我们不会迷失方向 一天不念经 一天不学佛 你可能就在往地狱的门前走了 希望大家远离恶到天天向上 好好学博 去争取上天 佛陀曾经告诉阿难说 我看天地万物 各自有他们的数式因缘 阿难呢 很喜欢问 因为阿难是佛陀的一个大弟子 他赶紧顶礼佛陀 你看过去啊 佛陀的大弟子 一听师父讲课了 马上过来顶礼跟师父讲 师父啊 就是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佛陀啊 怎么样的因缘呢 大家都想知道 你能够开始度化我们吗 佛陀说 善哉善哉 你们经常听老和尚 老法师经常 你跟他一讲话 他就说 善哉善哉 其实这句话是佛陀讲的 现在明白了吧 以后你们老公 想跟你吵架了 冲过来 你过来 我要把这件事情 给你讲讲清楚 你就冲着他 善哉善哉 他讲也讲不起来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佛说 人如果陪福的话 就是陪福 栽培自己的福气 就像这棵树一样 它的种子 一棵树一棵而已 但是他长大之后 结果利益无限 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经常讲一句话 叫前人摘树 后人成两 所以佛陀 所以佛陀给我们在2500年前 带来的佛教 使我们这么受益 我们慢慢的学会了 什么叫做人 什么叫学佛呀 今天呢 台长呢 冲这个机会 我大概 他们给我 还有五七分钟到八分钟的时间 我受控于他们的 他们很厉害 说你还能讲七分钟 八分钟 为什么呢 你们以为我有一个接受器啊 没有啊 他们就写给我的 不给我讲多呀 所以呢 其实我很想跟你们讲 记住了 这些其实都很好的 对于你们刚刚初学佛的人来讲 对于你们过去没有听过 佛陀经文的人来讲 我把白话说给你们 加深你们的印象 让你们知道一些道理 很多人说 这个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人 他们从哪里来的 佛陀告诉我们 从这个布施中来 所以你要知道 至于人求福可以 求财是求不到的 财全部都是上辈子布施所得 能够当上那些 这个国王啊 大臣啊 官位显赫的人 他们是前几辈子 尽力佛法身 三宝而来的 一个人 长寿 没有疾病 身体强壮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累是 持戒律之故 现在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持戒 不喝酒 不去贪 不去恨 不去愚痴 是不是身体会好啊 对不对啊 那么接下来呢 有一个呢 就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听的 长得端正 白净 容光 焕发 身体 柔软 吐气 芬芳 人见 人爱 令人 非常 喜欢 你们知道 是修 什么 而来的吗 修 忍辱而来啊 人家再怎么骂你 再怎么对你不好 你永远笑嘻嘻的 对不起 我不好 是我不好 你是不是很美啊 难道 人家老公一骂你 你双手一插 你这叫美吗 现在知道什么叫吃老虎了吗 好好修啊 一个人 非常精进不懈怠 非常愿意做这种福德 就是说 众善奉行的人 他是上辈子精进而来的 还有一些人 个性不急躁 你看他 你跟他讲话 他非常的安详 言语行为 都非常审慎 你问他说 对不对啊 他就 阿弥陀佛 然后他就不讲了 对不对啊 把师这件事情 对不对啊 阿弥陀佛 你们如果在家里 老公说 这件事情 你看看 是你对 还是我对 如果你不想讲 对和不对 你就说 阿弥陀佛 那么这些人 很稳得住 脾气很好 他们是修什么来的呢 是上辈子 修禅定而来啊 你们现在不是坐在这里 都在禅定吗 只是有的人 定是定下来了 禅 还没有禅 禅定两个字 定是身体 禅是指智慧 要用智慧 让自己身体定下来 而不是没有智慧的 让自己压住 我不要发脾气 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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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叫没有智慧 你们记住 智慧两个字 智是望前 慧是望后退 所以智和慧 才是真正的般若 讲到这里呢 我想起来小时候一个故事的 说有一个人呢 家里呢 有个孩子 一个小孩子 很皮呀 不停的 那么找阿姨呢 没有一个阿姨吃得笑她的 结果呢 他们就登报 说找一个耐心好的 不得了的阿姨 永远不会着急 不发脾气的 结果来了一个阿姨 脾气真的很好 你跟他讲什么话 他很慢 这个家长跟他讲 你把孩子要看好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看好的 当中我就不讲了 小孩子皮呀 爬来爬去 后来爬到窗户上来 他看着他 下来 你跟我下来 很危险的 要掉下去的 孩子噗通掉下去了 他慢慢的站起来 爬到窗户口 往下一看 我跟你说过 会掉下去的 看了吗 掉下去了吧 如果你们喜欢听台长讲呢 我下次再给你们继续讲 还有很多 因为今天呢 真的时间不够了 时间不够了 我下次还会给你们讲 讲了很精彩的 人高 长得高大 因为上辈子什么因 长得矮小 很多人长不高 是什么原因 长得丑 是什么原因 对很多事情不懂 是什么原因 上辈子 还有哑巴 是什么原因 还有龙子 虾子 什么原因 还有地位 比较卑贱 还有长得比较黑的人 是什么原因 长得黑 什么原因 知道吗 由于 那是在佛的前面 他把光明 去遮住人家 所以人家 在磕头的时候 点灯的时候 你跑过去 人家磕头 你跑到他前面 一挡住人家 你下辈子 你就脸黑了 很多了 还有了